这天可是真蓝啊 带大家去北三凯奇看一看 都说北三凯奇家这个光头比较好吗 我听说他家限购啊 看看咱们今天能不能买到吧 到外为什么车就这么少呢 哎 道理实在是太多了 闹子 到外真挺好 这小乐乐 你看没看见 完了吧 完了吧 抠了吧 到外已经到了 从两侧的建筑啊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啊 这个到外的建筑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不维修 保持原貌 就是这么一个街景啊 现在这个是北头道街啊 北三凯奇最早就是在北三 但是呢 它这个换地了啊 这边还有个夜市 这是卖毛笔的 摆个小摊 咱这算是夜市了呗 对不对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卖玉石的 这个应该都是从南方过来的啊 还有这个 各种小葫芦 多漂亮 看看这小葫芦怎么样 挺有这个氛围的啊 你看一看 你说这个是二手吧 还不是 这个你要说古丸嘛 它这个有的跟古丸还不在边 你看还有鞋 这鞋也不是古丸 是不是 然后咱这个这是老物件啊 这个是老物件 正好呢 也这家啥都有呢 这里头挺全乎的呢 看一看 这都是咱们五六十年代的这么一个记忆啊 这家乡匣子都有 电话 这些东西 这现在是溢价当中啊 这个买东西呢 咱们一会回头再给大家看吧 先去这个北三角啊 大家好我是乐乐爸爸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这个北三凯奇了啊 给大家进去看一眼 北三凯奇终于到了啊 没有分店 就是一家总店 排队排队啊 这个必须得扫码测闻啊 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这个场景啊 啊买货的人啊 这个听说不是高峰啊 现在不是人不是那么多 卖的东西还挺全啊 咱们直接笨主题老师光头 看一看 这个是四块五 这就是北三的 这还热乎呢 给我来一斤呗 咱这个来一斤啊 尝一尝 说这个趁热非常香 这个趁热吃非常香 四块五啊 是真便宜啊 这个 我来一个 大家就是说 这个还不是人最多的时候啊 各种东西都有 咱看一看啊 这个锅巴 两种味道啊 有这个咸的 有辣的 这好像就是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呢 咱们这个糕点是真多呀 有点老鼎风家的意思啊 有点老鼎风家的感觉 真多 还有山楂片 这边这个蛋糕 哦 真多 咱们看一看 有的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带啊 他这只板栗饼 这是板栗饼是吧 这怎么卖啊 板栗饼 板栗饼 那过来十块钱的板栗饼 大家这个样数还挺全啊 我尝一尝这个 11块四 11块四 我愁真有食欲啊 香蕉藻泥条 这都没听过的 这是老式炉骨的 你给我来五块钱 这边我尝尝这老式炉骨 你看这个小的烤馒头片 这个就是椒盐味的啊 当零食吃嘎嘎的 这小时候我记得 我真吃过 就是炸馒头片 这个放点椒盐 这个 这是我 他家有绿豆糕 绿豆糕这个是 他家没有分店 就一家店 屋子呢 大概有150瓶 将近200瓶吧 感觉每一个档口人都不少啊 他们说这个还不是人最多的时候 人最多的时候 你都排不上号 就是买东西就是鸡眼打仗那种效果啊 这个他家有长白糕 枣糕也有啊 他家枣糕也有啊 这个 溜达溜达 看啥都有 这是啥东西啊 这个 鸟花 这是鸟花 没清过 这里头有馅吗 空气没有馅 看看香米条啥 这人 多数都是排这个光头啊 他家这块 光头确实便宜 4块5 今天咱们买了三种 一种呢 是这个老式的这个板栗饼啊 板栗饼 然后还有一个卤果早餐吃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传说中的光头啊 这个上手摸上去啊 比较软 哎 他这个就是非常蓬松 他和老鼎峰家的区别 就是老鼎峰家的 非常实啊 非常实上 他这个呢 就是有点软 蓬松 现在是掰开的效果啊 里面是非常蓬松啊 有一层薄薄的硬壳 给孩子尝尝 来来来来尝尝 哎呦天 北三家的光头啊 他这个就是比较蓬松一些 外壳啊 稍微有点坚硬 这个感热的时候 闻着这个 还是很香的 咱尝一口 热的时候吃确实不错啊 口感确实不错 不知道凉了的效果是什么呀 你像咱老鼎峰家的 凉了吃口感也不变啊 这个咱现在还没验证 但是呢 就是说 还是很出名的啊 北三家的 前一段时间是限购啊 限购 最多只能买这个 二十块钱的 然后呢 咱回头谈一谈 看能不能谈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 无限量 可不可以啊 24块5啊 这是便宜啊 口感可以 再喝点奶 就完美了